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行动的一次 啥时候 最行动的一次 最行动的一次 那就是成都那一次 我第一次去成都给你惊喜的那几天 最行动 那是最行动的那几天 就是上头最上头最上头的几天 还包括 为啥 为啥 可能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吧 但其实也不算 但其实也不算 还择硬 还择硬 那是多主动 对啊 是很主动 我今天说 对我承认 但是 也不算是完全没得到 所以得到一点点很浅 很浅 很浅 这也是我小心机 你也是你的小心机啊 你就觉得不能得到太多了 给一点就行了 快走人 然后整个人那么上头 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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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算他是草绿虫的家人吗 还是有一点点想快 主要我不相信你啊 你不相信我 嗯 为什么妈跟我说就是 目的音太强的人 要小心一点 我最行动一次就是 那狗是厦门 厦门我喝多了 小心生日那一次 小心生日那一次 小心生日那是我最行动的 家门现在可以甩免费人机票了 家门现在可以甩免费人机票了 饥饿营销 对这个词用得很好 现在可以甩免费人机票了 你学经济管理的吗 你还知道饥饿营销了 我不知道 我哪知道这种专业词汇啊 或者知道 就是 不能给太满 给太满 一旦满了之后 之后 这给不出来了 就会失去新鲜感 而且给完了吗 你觉得 还有那个可以探索的地方 还有很多东西对 很多人 很多人 有钱 吃饭不 bachelor 有钱 吃饭吃饭不 Couple 我膝盖长 谢谢 xv 那我们com 充 Egypt wreffen 前两天不是出去玩了嗎 被卡桌的卡 卡桌的 row 我们 si 而且我们就是那个东西不是说是everyday的 对啊那个可能那个频率不是很就一般都是洗洗菜什么的就完事 不是对方做什么啊最安全感对最安全感啊 对方做我老婆最有安全感什么 对方做我老婆最有安全感 你好好说那你先说吧 我都先说了两个了跟你说 你精精计较啊你能说精精计较的吗 好我先说吧 对方说什么最有安全感 谢谢果蛋皮儿 谢谢果蛋皮儿 对方出去玩的时候站我旁边就陪着我跟我一起玩最有安全感 就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咱都是坐在一起站在一起 就让我最有安全感 然后都跟我玩一玩 之前在厦门那几次就挺有安全感的 这样其实感觉每次我们两个就是都待在一起玩 哦就这样子啊就这么简单啊 嗯 我给你的安全感就这么表面啊 这很有安全感啊 不然你说什么深度的 这有什么感 这有什么这 这不是很基本的操作吗 那你说说你说有啥 深度的 深度的很多啊 就比如说之前在厦门的时候 你会说出那句 你说直接跟我回成都吧 我来租个房子 嗯 这句话就让我 这句话就很有这种分量就很重啊 就很有安全感啊 是这种 对啊然后 然后还有那种 前两天跟我讲说你提前 这次十天过后就能 就去找一下能不能办 提前实习 这句话就很有安全感啊 但是这只是话 但是这些没有做 对 这句话有分量 但还没有实现 对啊这些话才有安全感 什么叫我做的 就是 嗯 只是这些东西还没有实现而已 嗯 但他这个分量给到我了 就是当就给出了分量 对给出分量 但是 但是这属于一种画笔行为吧 什么就是画笔行为呢 那我说你画的笔 啊 对啊 嗯 就是说 嗯 就是说你会把未来 未来 未来有你 未来有我这个东西 带入我进去 我就会有安全感 就这种才是安全感 嗯 但是 刚才已经有 嗯 但是光说没用哦 嗯 好好想想这事 你想完了 不聊完了吗已经咱 这是很难说 这是已经聊完了 这是很难 在私下已经聊完了 嗯 也不要再烦出来又聊一遍 这是很难拼 我总希望这些事情 再拼一拼 我总希望这些事情会有转机 我去问问我看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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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监护回家过年 这些那这些都只是口头上的书啊 所以都还没有实现了 还没做 还没做呀 一定监护可以 嗯 一定监护可以去签 我觉得这还挺 我当时招的东西的时候 我还挺那惊讶的 我之前是不知道这东西的存在的 嗯 我在想 当时他跟我说 我一定监护说 小鑫跟李嘉华签了 嗯 然后说 小鑫跟李嘉华还没有签 嗯 是小张跟小夏签 嗯 他说 是那种东西签完之后 感觉就像惊人一样 嗯 嗯 这个你是很想跟我一块做吗 嗯 就感觉就是做了之后就是 嗯 大家再看看吧 等到稳定一点再说吧 嗯 嗯 现在话不能说太慢 因为他们都是两三 两三年前 三年的感情才去的 感情才几个月啊 家里 嗯 虽然说虽然说你给我求婚了 但是也不是说真的要嫁给你了 嗯 对吧 所以我们时间太短了 你求婚只是想让我开心一下而已 对我想让你开心一下感觉 那几天你过得太难过了 嗯 那我想给你个surprise 就当时我也没想到求婚 我也没有想负益这种意义 嗯 我当时想给你准备个花 然后还有个戒指给你看 嗯 嗯 然后当时也没有想赋予求婚的意义 那不知道怎么怎么搞的 大家就赋予了这个求婚的意义 所以你自己说的老婆嫁给我啊 什么别人赋予了 嗯 嗯 嗯 其实我我自己我自己也觉得那天赋予我很开心的意义就够了 他不是并不是真的意义上的求婚 嗯 嗯 并且现在才两个月 嗯 嗯 这话不能说太满 再多了解了解吧 再看看吧 所以说就不是你真实的想法 啥是真实想法 没事下一个问题吧 结果我又说肯定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啊 嗯 哎但感觉又感觉我 我一直以感觉我们磨合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嗯 但最近 最近可能是因为ED了一段时间又突然又接了 好像又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对感觉又需要磨合 嗯 可是我们ED了怎么磨合 下期见不就能磨合了呀 这是没办法的呀 那快搬来程度吧 搬来程度这样还是能见面的 这一周能见三天半 三天半 三天半 谢谢大家粉丹牌 谢谢大家灯牌 初恋 都可以 不算想连牌要打拼天 我现在脱衣 我们聊两天吧 头晕天不想去聊两天 家人没事 其实那天求婚我自己也知道不是真的求婚啊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 他赋予我这个 开心快乐的意义 就已经很足够了 每一天真的我们稳定了 签了这个议定协议 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意义上 我们俩成为了 伴侣的感觉 就成为了 成为了还被法律保护的 伴侣的感觉 但是这个我觉得 还是要再需要一段 再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也不知 然后未来的事交给未来吧 今天我考虑那么多干嘛呢 那将来的我就没有 就显得没事干了 都考虑完的话 最想和对方做的事 其实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活在当下 这个东西 就当下这个 你感受到了快乐 跟开心 确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说如果你需要 如果真的 你有考虑到两个人 你有未来 你有把对方参合进去的话 是要考虑到未来的 就一步一步走下去 是要考量的 不是说活在当下 你只要这个快乐 你只要 如果你只要这个快乐 那当然很简单 但是这个快乐会 会消失的 像烟花一样 但未来我们不是说好了 所以说 展前有个家吗 对啊 这都是未来呀 在校正有的家呀 嗯 而且校正有得上学 是没办法的呀 我们其实 我们实在都谈过很多 关于未来的事情 我们今天有时候睡前 睡觉前 我们俩就自己在聊天 然后就讲以后怎么怎么样 好困啊 你再回答两个吧 我想睡觉了 你再回答两个 我们睡觉 我们先早点休息 这事不太好 你看 你看看 咋了 你看看什么问题吧 谢谢 谢谢果单皮 谢谢果单皮 Ci怎么称呼对方 就老公老婆呀 Ci呀 Ci呀叫老公老婆 嗯 最委屈的时候 最委屈的时候 我自己说自己 最委屈的时候吗 你只能说自己 最委屈的时候 你只能自己说自己了 我最委屈的时候啊 嗯 就是异地的时候 异地的时候你最委屈 嗯 因为就是能感受到 跟大学生谈恋爱的委屈 嗯 嗯 最委屈的时候就是 最委屈的时候 应该是直播 直播 在直播的时候发生争执的时候 嗯 因为我很不喜欢在直播间 就是 就是太过情绪化 嗯 嗯 那又什么都会被放大 嗯 然后 这个事情我不其实 也就发生过两次 试不过山咱不能有再第三次了 而且给 给所有真心喜欢我们的人 也有的时候会 会因为我们搞得他们也睡不着觉 嗯 给他们也倒了情绪的垃圾 挺不太好的 这个确实 这个以后我们俩就 对啊 就有时候就斩着方式下来说 而且有些就是 说了一遍之后 我们就不要一直撤咕噜 画一直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嗯 我觉得也不太好 嗯 嗯 就就表明对方知道有对方什么一个态度 然后 嗯 想怎么解决他 而不是就是一直来回说这件事情 嗯 嗯 其实我觉得解决的方法 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两个都互相各退一步 就我为你妥协一个我能妥协的地方 嗯 你为我妥协一个你能妥协的地方 嗯 就本来就是要互相妥协的 我们俩谁也不让步 那只会越吵越激烈 嗯 嗯 就把这个问题 看是什么样的类型的问题 然后把它 剖析开 然后拆开 看看这个问题出来哪里呗 对 然后互相各退一步 把自己的能退让的第一步退出来 对啊 然后一直在绕这件事情 就是意义真的不大 嗯 嗯 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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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